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 要為大家 來看一下我要去 環島之前的一些裝備 我們先看一下頭巾,頭巾這邊有四條 這個是 因為我本身我不喜歡吹風,吹風會頭痛,所以我會帶四條兩條 兩條兩條換,然後每天大概都是兩組吧 所以兩條兩條,一天大概是兩條 那這個是長褲內襯褲 像這個 那 他最主要是可以保暖 然後 又可以當內褲穿 所以兩條內褲 然後這是內襯的衣服,襯衣 我們待會都會拆開給你們看一下,內襯的衣服就像裡面 他可以吸汗 排汗速度很快 然後手套是必備的,手套一件就夠了啦,因為每天都戴嘛 然後襪子 襪子 那原則上我應該會穿 那個叫什麼,布錫鞋吧 就像涼鞋的那種 之前穿釘鞋 不是穿釘鞋,穿那個卡鞋 結果 某一天就摔車 結果那就是告訴我說,其實因為我們 環島要騎很久 所以要是你 穿卡鞋的話 你中骨摔一下,真的就受不了 我那天摔一下而已,莫名其妙就受傷了 那這是車衣 車衣還蠻方便的 塞成這樣,因為他後面有袋子就可以塞成這樣 兩件車衣 那這兩件是車褲 這是長的車褲,這是短的車褲 因為我這都沒有額外再去買,這大概就是原本的 原本的錢 原本的東西 然後這是一件算是長 短褲吧 七分褲 七分褲 那最主要這兩件呢,這兩件是 很厚的 這都是龍布的 長褲 我故意買比較長,因為希望 其實我晚上就不帶睡袋了,因為我也打算 我是打算用野營的方式 我沒有要住宿,我就是可能騎到哪裡,睡到哪裡 然後這是長褲 長褲會保暖,就是穿在裡面會 比較保暖,因為我比較怕冷 那這是 那個套頭的龍毛,你看裡面的龍毛 也是很熱,之前穿的還更熱 那這些衣服當然只有一半會曬在袋子裡面,我有準備兩個袋子 一個是這個是迪卡龍剛剛賣的 買的那個 掛在前面,龍頭前面的 一個好像車籃的袋子 那這是 第二個,原本我們就有的 馬鞍包 馬鞍袋 那這大概 這買了大概應該有五六年之久了吧 甚至超過了 不只,七年之久 至少七年 那當然還有一些車用裝備,那這大概就是我們 衣服 的狀況 大概裡面我們會帶的東西,大概就是在這邊 衣服的 衣服的 當然還有包括3C產品的 然後還有那個 測用裝備的 待會我們再另外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目前 是件那個 頭巾 頭巾 大概又是套脖子 套頭 套頭的 頭巾,但是我覺得很重要,因為 沿路都會吹風啊 我最不喜歡吹風 吹到頭痛也很麻煩 四個 四個 那當天一定會先 先 先戴兩個 一個是會套到脖子上,一個會整個把頭包住 我一定要包住頭 超怕 超怕頭痛的 這個 那接下來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是算是 內襯褲 不好意思啊,這個是 也可以當內褲穿的 他 就像這樣子 兩件 那 我的摺法,因為 一定要節省空間 一定都是 最小的方式去摺 所以就是一定要壓縮 壓縮捲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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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最後才用這個 把它翻套 OK,那其實就是 兩件內褲 這是內襯衣 這是內襯衣 內襯衣我們還是用捲的,我都習慣用捲的 這是我們的內襯衣 這個 吸汗很快,排汗也很快 還歪歪的啊 那個羽球運動選手應該都會知道,歪歪的 定期的 他這個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大概 十分鐘之內 你的汗就會乾掉 你可能流了滿頭大汗喔 然後 他可能就是 十分鐘 你的汗就會揮發掉 真的,我覺得超強的 超好用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帶他 這個的摺法 我是這樣子 第一次 對著 對著 啊 剛剛摺比較好看,現在摺不好看 隨便塞的 OK 大概就是 兩件內襯衣 西式排汗超快的 這兩件都是 兩件內褲,兩件內衣 然後 兩雙襪子 替換的 這個應該不用拆了啦 身潤的襪子都很好用 再來是兩件車衣 只要你們家有在 騎車應該都會有的車衣 那這車衣就是 剛好 反塞 要看一下怎麼塞的 其實 很簡單喔 車衣後面一定會有這種袋子 這三個袋子 啊有的有兩個 你就很簡單就把所有的反塞 塞到裡面去 兩件都是一樣 款式都是一樣 OK 兩件車衣 然後再來是 車褲 車褲我就不拆了 因為這大部分的人都有車褲啦 這很正常 兩件車褲 然後 手套 手套 那這可能變成就是我的外出的 褲子 應該不會外出啦 我覺得應該會累死我吧 然後 重點要介紹 這兩件 這兩件真的 你看它是龍布的 龍布的啊就是我晚上睡覺 怕冷 我一定會帶 啊比我的 腳長 因為可以把整個腳蓋住 然後它下面還可以 拉住的 就把我的腳縮在裡面 龜縮 然後 這個應該很熱喔 這是在 在哪裡啊 反正就是在一半那個褲子吧 還蠻便宜的 490一件 那一樣我會這樣子把它捲起來 都是為了壓縮空間啊 壓縮空間你就把它捲起來會比較好用 捲捲捲捲捲捲 然後最後一件 是我的 套頭的 衣服這個也是超暖的喔裡面全部都是龍布 龍毛龍毛全部都是龍毛 超 應該 冬天也應該能穿吧那個下雪天應該能穿吧 試沒試過 那這個折袍大概都是這樣子 這樣子 可以參考可以參考 要去環島的 刷新一下裝備看一下有什麼缺少 其實也是幫自己做一下準備 就上網看一下人家準備什麼東西那我們要準備什麼東西 又有人講說 其實什麼都不用帶 其實 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是帶錢 錢帶夠了就好了 不用怕 好 大概就是這樣 裝備 那待會 來接下來 第3段的部分呢 我們要把它塞到其實就只有兩個馬鞍袋裡面 就是一個 這兩個 那 原本我的做法 騎車的話一定比較熱 所以 這一個 大的這一個馬鞍袋 就是放褲子 我還有放東西啊 這是放褲子 最主要是放褲子 其實裡面的東西我都想要把它進空 裡面原本還有一個東西 這個沒有必要 修車工具 另外有準備的 所以這個沒有必要 OK褲子放進去了 一樣那這邊所有的東西我們大家都只放一樣 因為一定是當天穿一件 所以我會 把 這個 衣服 因為這個是會 不會撕掉的 把衣服 都塞在這邊 OK大致上 就是如此 其實還有空間啊還蠻好塞的空間還蠻大的 那 各位一定很懷疑 要為我放那麼多 喔不對 兩個頭巾 兩個頭巾 這個小空間而已 兩個頭巾隨便塞到塞得進去 小空間 OK 最大 其實他旁邊還有 還可以 塞一些東西 因為我還有準備我們剛剛講的 3C產品 手機啊 太陽能充電器啊 隨身電源 像這個 可能都還有腳架 都會放在這邊 好那我們待會再拍了 那另外一個是這一個 這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這是掛在前面 也就是說等於說 你如果真的 需要的時候 隨時可以拿出來用 所以我覺得我把它放在前面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隨時需要 我怕冷 真的怕冷 所以我覺得隨時需要的是這件 我把他摔在前面 那這個袋子雖然不大 可是也算 還算OK啦 到時候還會有 一些東西可以塞進去 迪卡龍買的 這袋子是迪卡龍買的 沒有辦法推銷 只是迪卡龍的東西蠻便宜的 便宜又好用 為什麼不買呢 跟你講我下面還買了一個 他的浪板 6吋7 7吋的吧 你猜多少錢 原本1990已經很便宜了 結果那天去逛的時候 他賣990 990 我直接買下來 雖然現在是冬天 很累 不會去衝浪 但是 等暑假吧 暑假我一定會去衝 去玩的 暑假就是玩水 寒假就是玩沙 好 這是一定會穿的 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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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當天 第一天 第二天可以穿的衣服 OK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衣服的部分都裝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我可能會怎麼睡 我不敢確定 但是 原則上 我絕對不希望 花錢去 睡那個 單車旅館啊 還是Mochel 之類的 我的想法是 走到哪裡 睡到哪裡 所以我準備了兩 兩種的睡眠的方式 第一種這是 迪卡農買的那種 吊床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人家說 吊床是 蠻舒服的 真的睡睡看 他拆起來就這樣子 不用拆因為這個 真的這個去 吊床 吊床大概都是這樣子 一邊就是綁那兩棵樹 中間 然後 就進去睡 這是最簡單最方便的 我覺得啦 我覺得 然後 第二種方式是 我之前在 露營玩很大裡面車宿的 帳篷 這個就是一個小帳篷 這個大概開 起來大概兩分鐘 收起來大概都是兩分鐘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備的 很簡單的 有人會問說 我怎麼沒有帶睡袋 我跟你講我不準備帶睡袋 我已經有說了我 準備了 兩件衣服 一件衣服啦 一件那個 超級厚的褲子 就是為了要晚上睡覺用的 所以我就不帶睡袋 這兩個 就是我 睡眠用的 東西 睡覺用的東西 OK 接下來我們看到 大概我這次會帶的一些 電子設備 那現在當然除了現在正在拍的我這隻手機以外 還有 腳架 那 腳架也是自拍棒 那在供電的部分呢 我去買了一個 這個 太陽冷的充電器 像他這樣子 有看到這邊已經亮了 這邊已經亮了 他就是代表他已經在 充電 他開始在充電 那這個應該是最高啦 最高可以測 充到15瓦 這一個 1890 1890元 在我們台南的那個電子 電子 電子什麼 電子唇賣店 就有了 然後這個會掛在 原則上應該會掛這樣子 反正就掛著讓他去 或是掛這樣子 讓他去曬 然後 電源會怎麼接呢 我先把他鎖起來 電源大概是會這樣子 另外準備的地方就是 第二個就是18650的電池 這個都是我露營在用的 那 這一個都是兩顆 兩顆 那我大概會準備到8顆電子 加上手機本身就有兩顆電子 電源到底夠不夠 我不知道沒試過 但是原則上這個隨時都可以充 然後 我的打算是 隨時一條線 充在 充電子 那電子 的部分呢所以會有一個 電池盒 四個會隨時在充 然後呢隨時兩顆 補充我的手機 放在前面補充我的手機 那這就充當我的手機好了 了解意思嗎就是一條 我現在來查一條線 一條就是直接都一直在充 應該都一直持續的充著18650的電池 所以18650的電池應該都是會 滿格滿電 然後呢隨時另外一個 再充手機 這樣子大概我的 電子設備會到這邊吧 另外當然有打算要買那個GoPro 7 Black 然後等到時候買了再說 就是我的 我的電子的設備大概是 這樣子 來看一下這一台那個 這是什麼 腳架 自拍棒 他可以把手機夾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夾起來 然後他可以 深長 無限深長 應該有五十公分吧 然後這邊是藍牙的控制器 這樣子 還好他可以打開 也可以自拍 也可以那個 當腳架用 我覺得蠻方便的 只是說他 應該說是 洗到這裡而已 不說自己穩 小台的 不是很穩 這樣子 謝謝 然後再來 保溫瓶 人家說一定要打 最好是裡面裝熱水 隨時以防 就是很均勻的狀況 然後再來看這一個 下面這邊 下面 這個就是我的帳篷 如果有看我 錄影完很大影片的 這個就是我在睡的那個帳篷 那這吊桶在中間 這裡面是一個 簡易的那個 防風外套 那個螢光的 會反光的 那這條線 連接著太陽能 像是什麼 發電器 充電器 太陽能充電器 然後連過來 連到 這邊有一台 連到這邊 有一個 行動電源 小的行動電源 然後 這個 就是馬鞍堡裡面 都是我的一些衣服 小的行動電器 然後 後面還可以放 熱水工具 然後再來就是 我剛剛介紹的 我的 腳架 這邊還要 稍微 到時候還會再放一台 山手 山手 然後 再來是 GOGORO GOBRO啦 不是GOGORO 太強了 是買GOGORO GOBRO應該會 站在前面這邊 這個是 我大概 要出去環島露營的 裝備 全部都在這邊 我自己終於